新婚的梁詠琪和老公Sergio 今天媽公仔地從內地回香港 引來大批傳媒追訪 Gigi,你結婚後做了甚麼? 去了動物園沒有? 我們還沒去動物園 我還沒去 因為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結婚後 就留在芭菜龍南 陪伴家人 然後我就要去內地工作 所以就經過內地 一起回來香港 你們近來有沒有努力做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緣分 如果這個寶寶來到你身邊也是一種緣分 如果他要來的話,我也歡迎 Gigi就說老公現在正在放婚假 一直都陪著他 但11月兩個人都要工作 Sergio還要回去西班牙 Gigi,你會不會不捨得? 那他會不會調來香港做事? 現在我們要做事都沒辦法 其實現在他11月都要回去西班牙做事 先去處理中 即是來香港的工作就正在處理中 Gigi,現在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你們會不會在香港拜酒? 因為他的性子很長 大家叫我靚太太 其實暫時沒有打算 因為大家真的想休息一下 因為婚禮搞了足足兩個多月 有指Gigi你故意在前男友鄭伊健 10月4日生日前一天結婚 Gigi就說只是這麼巧 因為我當時忙著搞婚禮 其實其他事都沒有想那麼多 但主要都是就餐廳的日期 就我的親朋戚友 Gigi低調計劃了兩個月的婚禮 最後因為讀者的相片 搞到婚事曝光 不過Gigi都說沒有生過讀者 但就有人說你好勝 那你怎樣看呀? 其實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 Gigi說都是人家告訴她 她才知道蒙家衛在微博祝福她 但就有網友質疑 蒙家衛又不是你朋友 做甚麼要祝福你呢? 那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任何人誠心的祝福我都會很感激 那Sergio你對Gigi的第一印象是甚麼呀? 我非常樂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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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szawy 謝謝 dwar Nowadays 我們很樂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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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